定職立靠YY菌 勇德益生菌 高敏利 邀您共賞 醫師好辣 欢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今天在現場总有七位 帥哥美女的醫師 还有三位来宾要提醒 亲子对话好伤人 你曾对亲人说过 什么一辈子绝不原谅的话 今天好辣医师团要来分享 自身的京式京剧 好辣军团们也要分享 家庭相处之间的难处 十万小副理师林彦均 哈啰 大家好 平常我们在节目上 都是讨论到身体的健康 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些 心理的健康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 就是有一个女性自杀案件 那这件事情闹得非常大 原因是她死掉了之后 然后人家就去搜寻 她的留言上面 就看到说她写了 婆婆杀了我 对 为什么她觉得是 婆婆杀了她呢 是因为她在平常的时候 婆婆就常常对她酸言酸语 然后讲话就非常的刻薄 所以她也不知道 要怎么样回应 有时候就是觉得沉默带过 觉得不想要吵 有时候也只能说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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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这种剧情 在台湾音乐很熟悉 就是金氏媳妇嘛 对 八点党常常在演 对 对 但是我们真的都不知道 原来那种言语的伤害 是这么样的严重 是 是 是 我们常常会有一句话说 永远不原谅她 会这样吗 尤其在年轻的时候会 对 到老爷想拍的 对 我们今天来探讨一下 好 来 看一下 有哪一些话真的是 金氏剧情在眼前 一辈子绝不能原谅的话 第一个 因为我是印钞机 钱不过 还是要我去卖一次 这个是我 我小时候跟我爸爸说的 是 请说 但是其实这个 在这句话之前 我也记得我妈妈跟我说 我让你跟别人吃一样的饭 念一样的书 为什么别人可以考一百分 考第一名 你永远就是考不到一百分 但其实我也不过就考八十九分 然后 还好不是 还好不是八十九分 但是因为她 但她很常说 就是她很常把 你很没用 钥匙掉了你也要哭 这样子 你连钥匙都哭不好 你要不要有一天也出去 把自己也搞丢好 我妈妈常常会 就是在教育的过程当中 她常常会讲那种很重的话 然后我那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多想什么 我请问一下 你家几个兄弟姐 就我们家就我一个 你一个 所以她都希望在你身上 对 所以我一直以来 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 都不是太和睦 然后这句话是 那时候 我已经高中毕业 开始出去工作赚钱 然后反正我们家 就有一个奇怪的规定 因为我就搬出去住 那爸爸妈妈就会看不到你 因为你自己住在外面 然后他们就说 那你现在都已经 自己出去外面工作了 以后你每个月 就要给家里钱 所以每个月 一号领完薪水之后 我就要回家吃饭 然后顺便缴钱给爸爸 然后有一段时间 刚好是在 我在工作做转换的时候 所以没有衔接得很好 所以那个月就没有钱 然后我就不想回去吃饭 因为回去吃饭就要给钱 可是我没有钱 我还要付房子 对 然后我那时候就 一直躲避家里的电话 然后后来 我爸一直打来叫我回去 然后我就回去 然后想说 那我就装傻 回去吃个饭我就要走了这样 然后吃饭吃一吃 吃完之后我爸就说 那这个月钱呢 这个月钱应该要给我了吧 然后我就 我就说我现在身上没有钱 他说你为什么没有钱 你不是有在工作吗 你为什么没有钱 你把钱花去哪里了 然后我就 整个就觉得我被激怒到 因为我觉得你们都不了解我 然后就这些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说 你有我是印钞机吗 就是我就是没有钱啊 你要钱是不是 你要不要把我拿去 快要去卖了 还是把我眼角 我们拿去捐掉 然后剩 费 心 全部拿去卖掉这样 这么少都懂这些 对啊 好多钱 因为我就觉得 你在跟我要钱 我就没有钱啊 然后我爸就很生气 他听完就很生气 就打了我一巴掌 然后就整个大决裂 后来是我妈妈跟我说 她说其实我爸 不是要跟我要钱 她是希望每个月 借由我回家吃饭这件事情 看到我 知道我过得好不好 然后她其实就是想关心 但她不会讲 所以就说 你为什么会没有钱 你是不是把钱都乱花 然后我又不想要把 不好的事情说出来 就是我是 就是我工作衔接没有衔接好 就是我又说不出口 所以那时候就讲了 很伤人的话这样 其实很多父母亲 跟小孩子要钱 他是帮他存起来 他帮他乱花掉 你等他走 你发现他帮你存了一堆钱 在死亡 可是这时候你已经 他走了 所以常常都 爸爸都不太会表达 都这样子 结果就误会 小孩包给我红包到现在 那个红包都旧的 我还会放 对 真的假的 真的吗 其实是将来存给他的 对 都是存 怎么不喜欢银行还有历史 不是 不是 因为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纪念信 对 没错 写给我卡片 对 看看卡片几年前写 说多少写 这是 上面红包他包给我 上面还写 血汗浅 这个红包我会开给你看 现在很多红包都出 这很怪不怪样的 对 跟你爸爸 你就自己体谅到 爸爸的苦心 后来当然就是 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去做关系的修复 然后刚好遇到我爸爸生病 对 心理学上有个效应 叫 简单来讲 就是说 你小时候被说成什么 你长大就会变成那个样子 对 但是还是有人 心理任性很强 他反而会反其道而行 那我这边有个案例就是 有一个很成功的女强人 她赚很多钱 可是她的童年很悲惨 因为她五个兄弟姐妹 妈妈都觉得说 我生了五个小孩里面 结果最孝顺就是她 对 她就很早就 国中毕业 她就出去念书 就出去工作 然后她虽然不会念书 可是她很会赚钱 她很早就是公司老板了 然后她每 就是每个月都给妈妈 很多很多的钱 然后每年固定带她出去 出国玩两次 她就证明给妈妈看 你看走眼 但是也造成她就是 一辈子的不婚 因为她每个带回来的对象 都被妈妈说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到后来她甚至怀疑妈妈是 所以他们的亲子关系 是非常差 因为你嫁出去 你就不会像这样 现在这么孝顺我 对 这个真的很奇怪 像我们家也是一样 以前我姐姐要嫁姐夫的时候 可是后来 我姐姐就出去外面结婚了 没去好吗 爸人都没去 妈妈因为怕我爸爸就没去 可是最后我们大家都 大家都在外面奋斗了 留在苗栗照顾我爸爸洗肾的 是我姐夫的 每天一个礼拜 载她三次两次去洗肾 服上服下的 当然我们就是补贴经费 因为我们在台北 对 没错 所以你看到没有 你反对她的 反而最后照顾她的是她 对 真的是这样 我们来看这个 你当这个新闻朋友吗 这是来讲她的故事 很多人都知道 医生都知道我家是医生世家 我爸是开药科医师 我们在台中对不对 我们在连美巷子口 对 所以艺人要割包皮 怎么中标 没有 瓜哥讲的是真的 真的 很多艺人来割包皮 很多艺人来看性病 很多 然后我们 我从小就是一个不爱念书的 然后功课很差 然后念学校都很烂 那我本来就不爱念书 我每天学校通知我家里就是这样 查学生曹西平参加不良舞会 警告 以前我们都不能参加舞会 就是要拿个收音机 到那个空屋里面去跳 对 然后警察一来 我们就跑给警察抓 抓到到学校 学校就跟你说说 参加不良舞会 我是永远家里都是接到这个 我跟你讲 他们不会 他们不太能理解这些事情 像以前我哥哥 我念大学 开舞会我们都好羡慕 想要跟 哥哥才不让你跟 对 现在你要跟我也不让你跟 我们都好羡慕 大学生开舞会 你知道吗 连这个 总统讲功过事 他们在开 里面还放 总统 而且以前那个年代就是说 就是高中 念了好像要毕业又不毕业 一天到这里留级 那里留级 反正从早到大我就觉得 我在家里排完老师 我根本就是不重要的 然后大家也不会觉得 我是一个什么卡 然后我还说我要去唱歌 你要从台中到台北唱歌 你会红吗 因为不是音乐系的 你会什么 你到台北去跟人家混什么 就这句话 我觉得我很伤 然后我到台北 我就很努力 包括我去义工队 我很认真的练舞 我很认真的唱歌 然后每天都做我自己该做的事 所以我一出来 我一个月就上了67个节目 只有三台 怎么办到的 瓜哥你应该知道 三台要上67个节目 很难 很难 而且我们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那时候他每次宣传 他是跟美艳芳一起 对 没有错 开照那个访问 我跟美艳芳是同一家的 新加坡唱片公司 是啊 然后我就很努力 然后我每次赚的钱 那时候做秀 一天都是八万十万的 然后我都往家里寄 然后我钱都是寄给我妈 我从来自己身上都不会放钱的 然后就是我妈就跟我讲说 你40岁以前就可以退休了 因为美国大陆都有 你就不要唱了 我怎么知道我妈突然一个心脏猝死 在我三十七八岁那里 就倒了 就走了 什么都没讲 然后这些东西所有都没有了 都不关我的事了 所以钱不知道哪里去了 钱不知道哪里去了 钱很简单 就在美国跟大陆 盖房子 买房子 他等于拿来投资这些 对 但是妈妈是交给孩子 但我们的钱是在妈妈那边 那这个时候钱是不是说不清楚 对 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了 那说你美国你也有 有在哪里 大陆你有 我没有名字 他在买哥哥他们的吗 不是 大陆是我妈的名字 然后美国是写我弟弟的名字 每一栋都她的名字 他们就通通不出来面对 通通都不出来面对 瓜哥 我跟你讲 我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他们的 因为我今天会过这样的日子 我告诉你 拜你们所思 我年轻我就住在光复南路了 我住在寇嫂的对面 我就买那个房子 才两百万 停车为平面三十万 我记得很清楚 然后你们每一个人 妈妈一死了 通通都不管 然后我为了我爸爸 我放弃我的Green Card 我放弃我的美国护照 我把美国房子卖了 我回到台湾陪我爸爸 到我爸爸走 到我爸爸走 都我一个人 对你一个人在照顾 然后买的时候也是我一个人 到医院走走也是我一个人 你知道我那个内心多难受 然后每一栋房子都是贷款 都是我在还 都是你在还别人在住 对啊 都是我在还 然后我哥哥还跟我讲说 他过气了 他开记者会谁会理他 结果他没想到 我开一个记者会 全部记者报道得很厉害 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 爸 今天你一定要出来 讲一句公道话 今天家里是怎么回事 是我把家里拜光的吗 如果今天是我曹青明 拜光的话 没关系 你直接讲我 但是不是 为什么你到老了 我要牺牲这么多 我要一个人跟你走到最后 然后我爸爸交代我 我爸爸交代我 三天就要下帐 然后三天要下帐 你知道我多急吗 我一个人 我还帮他穿衣服 还帮他弄东西 刚刚瓜哥讲那句话 我要回应你一下 我打开我爸爸的柜子的时候 那个猴包都是 他生日过年我给他 他一毛都没有动 他的猴包全部放在他的柜头 柜子头上面 中秋节 父亲节 他全部一毛都没有动 你大碟 我给他的 所以父母所有 你孝顺父母的钱 其实都是留在 其实瓜哥我根本不用做 这个压力 导致我你看 我原形凸 我整个精神上 我都觉得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折磨 所以你说 一辈子原谅他 我没有办法原谅 而且你看办丧事 我一个人下账我爸爸 墓碑的名字 毕业馆问我说 要刻几个名字 我说你还是刻五个儿子 我也可以自私 因为钱是我付的 我也可以不消而息贫就好了 为什么要刻你们五个儿子 这种戏剧我是讲真的 大家说八年岛有眼 我讲给他 听他说怎么会这样子 然后家人还要对簿公堂吗 太扯了 其实我想 其实曹大哥真的是 那个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很难免 就是万班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所以很多父母的要求 都很矮板 就是你只要会念书就好 下次都不用做 你不会念书 那你就没有用 可是那我也分享一个 我同学 我国中的时候升学班 我们班最后一名 每天屁股都被打得肿起来 然后在学校被打一次 回家要被爸爸打一次 搞得他最后就自己 伪造他爸爸签名 那个人 现在是 所以他的年薪 完全赢过我们前十名 考到一颗的人的薪水 所以我觉得 有时候父母对小孩子 是可以要求 但你如果这个要求 就是太过于矮板 其实就很容易 对小孩造成伤害 其实我们都一样 我们才会来演艺圈 我考了一次大战力考 也没有补习 七颗考了一百七十几个 七颗 又猜了一百 所以有七颗 那么低吧 有道扣 不是没有道扣 那是谁 文化大学两百多分就可以考上 我想调个车尾好了 差太远 后来我妈说要不要补习 我说不要浪费钱了 我看了算了 我赶快申请当兵去嘛 我去抽 你知道我抽到陆战队 我回来很高兴跟我妈 妈我抽到陆战队 我当兵当了三年三个月 你知道吗 我起跑点比人家很晚 对 晚 还好我成功点比较早 对 真的啊 所以你 不是 我们不是在那边鼓励大家不要念书 对 不是 现在大家大学都是嘛 但你要有一个专场 对 每个人找到自己适合的地方就好 对 各样其所嘛 对 好 我们接下来看 你每上一堂课 我要看多少病人才能赚回来 所以这个当医生的孩子真的不容易 像习品哥一样 因为我们本身蛮会读书的嘛 所以有时候也是 对孩子的要求会比较高 那像我对我的老大就会蛮严格的 所以他之前就是 我们送他去上一个叫辩论课 是用全英文讲话的 所以上这个辩论课是去一个补习班 然后有很多小孩去那边 其实那些小孩都是 被父母亲逼去的嘛 就没有人想去 就跟我儿子这样 我逼他去 他不想去 每个人都这样嘛 那因为那个辩论题目都很难啊 有时候很难 所以老师有时候会开放说 零食啦 他们到这个年纪有时候会有手机 说让你们用手机查一下资料 久之到最后这个辩论课 变成说老师没有约束力 其实他们都是拿手机在那边玩 后来跟他聊天什么什么 他就不小心 说漏嘴说 原来你去上辩论课都是 没有在辩论都是在玩手机 我去到要死 我想说我这么辛苦赚钱你这样子 然后我就很生气地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 我叫你去辩论是为了说 你以后能学一个这个专业的技巧 等你高中去申请大学的时候 你可以履历上写说 我参加什么英文辩论社 听起来很厉害这样子 高中申请大学 所以他那时候是国中 我现在 我现在一小时而已 我叫我来 我想要那些太大 这很厚 这么厚 你压力太大了 你压力太大了 对啊 对啊 后来我就真的很生气啊 我就跟他讲说 你知道 你每去上一堂课 爸爸要看多少病人 才能赚这个学费 你有没有搞得清楚状况 对啊 谁要补充的 这对小孩有什么不良影响 你清楚 让孩子知道 爸爸妈妈的辛苦是对的 可是 你知道我要花 赚多少钱 才能够让你去上课 真的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会建议 其实让孩子知道 我看一个病人要多少钱 健保又会扣我多少钱 最后剩下多少钱 孩子会知道那个辛劳 其实我是这样对 我自己孩子的 对 他会觉得 爸爸以我来说 是针对儿童专业 他认为我出去 每天就是跟别的小朋友玩 然后就可以赚钱回来 给他再买玩具 他每次都说 爸爸你好棒啊 都跟别人玩 然后他有时候会怪我 怎么没有跟他玩 有一次我就带他去 我的现场去教室里面 看着我去玩什么 还要跟他解说 为什么这个小朋友 玩这样子 那个小朋友玩那样子 他才后来才知道 爸爸是很辛苦的 像我们家小孩子 你不用跟他讲说 我们赚钱多辛苦 他现在当节目主持人 对 他就知道 他就知道 原来钱没那么好赚 我随随便便跟爸爸拿 然后就都 干嘛 你看他主持一集多少钱 你爸跟你一样是 你别以为 对 真的吗 不是吗 那么辛苦 可能比你还少 对了 这样子 你做的决定都是错 那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 充满爱的环境中长大 但刚好在国中的时候 我爸爸妈妈的关系 没有那么好 所以大概有半年 一年时间他们的关系很紧绷 所以爸爸也没有地方发泄 那刚好我是那个比较 平常跟爸爸相处比较好的人 我就觉得他把那个情绪 转移到我身上 所以我记得我常国中的时候 可能只是学校 选一些客户的活动 或是小到我在餐厅 要点吃什么东西 这种小事情 我爸那时候常会脱口的出 就跟我讲说 刘欣 你就记得 你不要做决定 因为都会是错误的 一份很小的事情 然后我当下就会觉得说 那怎么办 可是有时候 我的直觉告诉我 应该要往这样子走 那难不成我要变成反指标 当我觉得往这样走的时候 其实我应该要往另外一边 我就会造成我心里有那种 很大的那种困惑感 后来 但因为还好小时候 我们是在充满爱的地方长大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了很久 我就觉得说 这样子真的不行 因为我太困惑了 我就写了三大页的信 给我的父亲 然后告诉我父亲说 爸 我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事情 但是当你每次 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 到底是照你的说法 否定我自己的直觉 或是否定我自己的判断 还是听你的 我说我不知道 我未来应该要怎么走 我觉得这造成我成长 未来成长会有很大很大的因应 然后我跟我爸爸写完这封信之后 我爸爸可能就重视到 正视到这件事情了 然后之后关系就改善很多 然后也是就是 回到以前我认识的 我父亲的那个模样 你现在马上要升为人母了 你觉得呢 我其实现在就会发现 跟小孩子讲的 每一句话其实都很重要 因为它其实都会听进去 我最近就开始在研究很多的 原生家庭 到底我的成长过程中 造成我现在的个性 因为小时候可能发生了 某一个事件 导致我心里的那一种想法 我觉得影响好大 所以现在跟小朋友相处 就都会很小心 那小孩子最信念的场所 就是家里 所以爸爸妈妈 会塑造小孩子 对人生的看法 而且小时候的经验 很容易起一个名印作用 就是他的这个想法会固着 也就是从小就说我不好 我从小就会觉得我不好 长大我就会失去信心 但是医生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 父母亲生小一生 都是五个 七个 就是说你在家里 你们忙点 爸爸妈妈都在忙赚钱 谁跟你在那边 我们坐下来沟通 没有沟通 沟通什么 以前我爸妈都很忙 所以我就会偷 我都是直接自己签名 然后有一次转学的时候 老师就说 我就跟老师说 我妈妈我们不在家 要等一下 然后老师就回应我说 你都不是都自己签名了 所以老师都知道 只是想要抓你而已 好 现在可是小孩子现在太宠了 吃一口吃一口看手机 好好吃 然后天天看 其实这个也是个问题 就是太呵护了 对啊 那瓜哥对不起 我们以前录影怎么录影 没有手机的时候怎么录影 怎么录 他不打到家里吗 对啊 对 对不对 对 打到杨凡家 杨凡家 他都迟到 录钻石舞台都迟到 制作人打就 怎么还没到进房 他妈妈就很老实 她说他 对 我对于说 现在的物质都太高了 小朋友的要求也都太高了 其实我们跟医师讲的 也是一个道理 但是也我觉得现在大家都 过度去溺爱也不好 因为 大家是少子化 对 刚刚有听到瓜哥说 你那个怎么样教养小孩 就是都不要管他 放养啊 放养 后来我一直 我其实会担心 可是我一句 有一句话一直在脑海里 而且让他摔到谷底 你不去理他 他有太多反弹 你去照顾他 会有一个一代的时候 他其实反弹能力会 会差很大 不但可能我运气也还不错 别人不知道怎么样 不晓得 来 接下来 你脑袋装水 这个都不会 我不是胡妈 但是这句话是我对小孩讲的 那我的小孩是双胞胎 他现在念 就是现在念二年级 那之前国小一年级的时候 那那个 有一次就回家考试考不好吗 那考就我们稍微签一下 就发现 14加3 14加3他写16 然后我就说你怎么算 你算给我听 他说妈妈10加4加3 16 我说你再算一次 我当天工作很忙很累了 他其实故意的 还要引起你关心 真的吗 然后我就说你再算一次 4加3多少 6 4加3多少 然后我就火大了 我就说 我就整把火起来 我就说你猪妈的脑袋装水吗 这样算还算错 然后他就哭 我真的不会 我就是笨怎么样 然后在那边哭 然后我就想 其实当下我也觉得 好像不应该那么凶 可是那当下真的是 我们好像大脑有分 就是心理师都知道 我们大脑有分 有一个情感冲动的那个 那个实在是太火热 就鬼巴会就直接骂出来这样子 自现崩断 对 但是他就 再再再挑战我的这个大脑 你知道吗 他就有一次写安全的安 国语是不是要写笔画 小学一年级 二年级要写 安全的安 我们怎么写都是六话 答案就是六话 我说你算一次给我看 他就写安 妈妈四话 我说你再算一次 然后我说安 四话 你再算一次 然后我又更深 我说你出吗 然后在装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我儿子就在旁边默默地观察 有一天我儿子就跑来跟我讲说 妈妈 你买那本书 什么人类怎么那么窘 里面健康知识有写 你脑袋装水 你骂妹妹那个 你脑袋装水 是对的 因为我们大脑里面有脑脊髓液 不能缺水 对 好像也是 然后那以后换别的词好了 这样子 原来 那他们有跟你说 你骂我猪也 对 因为是猪的妈妈 其实有的 它是敏感 有的数学真的很差 有的很有语言天才 有的会画画 有的会设计 不是每个人 就是这个也行 算术也行 我就记得我有个个案 就是 他是同业的小孩 那他也很优秀 他那时候来的时候是 国内就是知名高中的学生 然后为什么会被送来 就是因为他在选田志愿的时候 他想要念文主 可是他爸爸希望他念医农 就当医生 然后同时对于他所参加社团 他爸也不给他参加 因为说接下来会影响功课 你接下来不能参加社团 所以就产生很多争执 那所以妈妈就带来 那当然这个小孩子 在跟他会谈的时候 无庸置疑他很聪明 只是说他那时候真的是 可以感觉到 他很明显的 他说我们家族都是医生 叔叔伯伯都是医生 堂哥堂姐不是医生 要不然就在念医学系 所以他说他爸爸 最常讲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不填医学系 那我们就白养你了 所以他就觉得 他很想念文主 可是他 所以他就觉得压力很大 那当然我也试着跟妈妈说 有没有可能 就是世财教育 尊重他的幸运 他妈妈也说不可能 因为家族压力很大 然后他爸爸就坚持要念医生 那我后来当然 就是辅导了几次 当然没有达到他爸的要求 他没办法被我说服 所以后来就没来 只是在一年之后 其实有一次 我居然就是在媒体上 看到有个高中生 就是在半夜 从家中高处坠楼 那我一看 当然我就知道是他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的时候 觉得真的是蛮难过的 这真的很难过 我想爸妈都为孩子好 可是你如果把你的期待 强加在小孩子身上 我觉得这样真的好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 真的很让我们深思 而且在教养小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尽量还是鼓励 因为秉义的话是真的 小则带着阴影 大则真的受不了 有时候就会做出极端事 那这个是大家要注意 我分享一个比较正面的案例 大家都认识严爵 严爵 歌手严爵 他爸爸是我同学 妇产科医师 那我当年问他说 因为我本来不知道 这一号人物是谁 他说你不知道上网查一下是谁 一看 排行榜第一名的歌手 当初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那当初他要走这条路 他说当然我们也有挣扎 就是但是很快就觉得说 应该他的天分是真的 这方面是蛮厉害的 应该尊重他 所以后来我自己 我自己也一样 就是说我的小孩 我问他有没有学医吗 他说不要 我高中问题是高中问题是不要 我说不要那就不要 他没有兴趣 他对于这种生活觉得说 我整天在搞这些病的人 我并不喜欢 那就不要逼他 所以我觉得 那有些也有特殊专长 是在别地方的 像瓜哥这种才艺的 那如果你的爸爸妈妈是医生 逼你学医 我觉得也是错误 也是错误 因为你是适合做这个工作 不是 我觉得 你刚刚问到为什么 我是用放养 因为我父母亲也是 因为很忙 我父亲很早就得糖尿病 可是家里又负债 所以就一直在做 我在念国中 我就每天要四点钟 起来做工的 你知道每天要做工 然后暑假还出去打工 因为家里很苦 可是我们生活会有几个同学 会出去 有空就出去 什么小河 骑脚车到山上去 我们那时候都没听到 谁有什么忧郁症的 我没听过谁有 照理说我们早就忧郁死了 没有 没有 我们那年代有听过忧郁症吗 没有听过 癌症也很少 对 没错 这条街里面有一个癌症 他觉得怎么会得这种病 现在你看忧郁症跳楼症 因为你成绩太好 你成绩永远在前三名 出来考到第四 第五名 你就受不了 所以我女儿有个好处 她永远不是最后一名 就是到处这样 不是啊 她没有这么烦恼 你刚好把人家发料 她只怕她考太好 我说你是做过吗 我的意思说 你看压力给她大 前三名考到第五名 她就不行 不行 这个社会真的压力很大 我想我们台湾 就是东方社会是讲求孝道的 所以有时候父母在爱孩子的过程中 有时候很难免的就造成一个情绪勒索的现象 心理学家就是苏珊 他所提出的一个概念 他指的就是 当一个人没办法为他负面情绪负责 然后用威胁的方式来逼迫对方顺从 也就是说我可能你没办法达到我要求 我就用贬义你 我就骂你 然后用这种威胁希望你能更好来达到这个要求 那根据他的行为上来讲 基本上四种情绪勒索可以分成四种形态 第一种就是施暴行 也就是说你如果不顺从他 就是会愤怒 然后甚至语出威胁 然后告诉你他的不满 譬如说 就是有时候有人遇到分手 他就跟女朋友说 你跟我分手我就把你杀了 或者是说你敢跟我离婚 那你一辈子都不要见到小孩 那这种直接把他的愤怒说出来的 这个就是所谓施暴行 对 然后第二种叫自虐行 你要给我分手 对 我就死给你看 他们想要透露一个讯息 就是说我怎么样 那都是你的责任 你要为我负权者 我要让你后悔 要让你后悔 对 然后第三种就是所谓的悲情形 你如果不顺从他的时候 他可能会 那譬如说他很可能就会跟你说 没关系 你去忙 你不用管我 你就做你更重要的事情好了 可是讲完之后 他又刻意地在你面前 那你看到其实他心情很不好 这就是所谓的悲情形 然后第四个叫欲情故众 也就是说他可能会给你很多许诺 可是马上他就加了很多诞书 他就是要告诉你 你如果不好好做 你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有时候 有人在情绪勒索的时候 可能会综合两种 或者是极其大成来威胁 不过基本上 这四种就是最常见的四种 对 让各位更了解 你对方 你的对手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那我想要问医生 就是我们觉得在平常 一定都会遇到一些 情绪勒索的状况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人 其实每一个会情绪勒索的人 都是一个心理操弄的大师 他们操弄你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你的恐惧 比如说我会不会不答应他 这个小孩就跳楼了 这个一个人很大的恐惧 第二个是他操弄你的义务感 比如说是你把我生下来 你要对我负责 这是你的义务感 第三个就是操弄你的罪恶感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对 所以只要你认清这三个的话 加上刚才陈寅师讲的 你有三个策略 第一个就是你要 我们叫做 第一个就是你碰到情绪勒索的时候 不管它哪一个类型 你要先start 你给自己一点时间 你刚才告诉我的 我第一次听到我很震撼 我现在没办法马上回答 给我一点时间 先start 第二个O就是你要观察 观察他要你的是 他要你的是关心 还是他要你的罪恶感 你要知道之后 第三个S就是你要有策略 如果他缺乏关心 他说出这句话 那你就是多给他关心 你不是多给他钱 你多给他关心 所以这样就可以化解 这个情绪勒索 其实在面对这些情绪勒索 我们想想看 难道我今天需要一个东西的时候 我先想好 我要用哪一招来跟你情绪勒索 绝对不可能 所以这只不过是 我们在医学上去把它统整出来 其实要用情绪勒索 常常就无意间你就说出来了 所以这边我必须要先跟各位说 我们要当作对方是为我们好 我来讲我的例子好了 虽然是医学人员 但是我自己的孩子 我的女儿 她是雷特势症 是一个罕见疾病 目前18、19岁了 发展大概只有8到10个月 这样的孩子 从小他就有 因为他瘫着不会动 接下来又有 因为他自己戳手 很像自闭症 最后才被诊断为雷特势症 在这过程当中 我的爸爸就跟我讲一句话 你自己学这个专业的 怎么生出这样的孩子 这话好重 很重 对不对 这也不是你愿意的 对 也不是我愿意 而且我也不能改变 对啊 对不对 因为是基因的问题 那面对这件事情 我先告诉我自己 爸爸是为了我好 他也想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 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当下我也有情绪 我必须要做反击 所以我的做法通常都是 不按牌理出牌 因为我爸爸其实是一个数学名师 所以我就跟他说 你教数学的啊 我的数学没好到我哪里去啊 我就赶快跑开了 我就赶快跑开了 还蛮俗辣的 不知道我爸会再怎么跟我讲 但后来这件事情就平和了 不过我反过来就想我自己说 的确是啊 很多的爸爸妈妈 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是 当你在说出这些话 伤害到孩子之后 其实我们要想的是 除了下一次我不要说以外 当下面对孩子的未来 我们可以做哪些的弥补 可以好好的跟他谈 甚至有时候我们蛮鼓励爸爸妈妈 是不是愿意跟孩子道歉 其实那会拉近你们更好的关系 所以现在我想问一句话 就是孕妇如果检测到 他小孩有 比如说糖氏症 或者说有什么病 他会生下来 你有看过这种 比方说如果有糖氏儿的话 通常在台湾的政策 是鼓励他不要这些小孩 因为都是早期诊断的 很多都在四个月左右 就诊断出来 四五个月 那因为台湾六个月之前 是可以不要这小孩的 现在基因检测可以诊断 比二三十年都诊断很多 罕见疾病 但并不是全部 不是全部 所以有少数的 仍然不在那个检测里面 所以不能怪东怪西的 有些还是必须 接下来看 你拥有的一切都是我赚的 不爽的 就给我 我这个妈话也蛮重的 又是我 又是你家 我觉得我应该也是 情绪勒索暴力型 之类的 没有 开玩笑 这我年轻的时候 比较不懂是以前发生的事情 就是那个时候 我们刚开业 就我开诊所 那我们那时候也很彷徨 因为我们那时候要开诊所 是要把我自己 唯一的一栋房子 拿去二胎房贷 就是把房子全部抵押 所以当年去开的时候 是破釜成熟 就不能失败 要不然就会一败土地这样 那我跟我老婆 其实也蛮拼的 后来诊所就做得不错 那业务很好 我老婆都会诊所 去帮忙我一些行政杂务 可是当年我们要出去的时候 我就跟她有过一个协议 就是说 因为我要一整天都在诊所 然后像十八童人一样 就每天三节 然后一个礼拜六天 三六十八 每天都蹲在那里 她说那回家以后 我可以不要做家事 那我老婆那时候就答应我 好 你不用做家事 你就把诊所做好就好 可是时间久了嘛 然后诊所OK了嘛 那回去家我已经很累了 还是要做家事 她就不仅不做家事 连房室你都不做了 那块钱都吓你 对 房室 房室都不做 房室都不做 累死了 真的很累 所以回去有时候真的就是 想摆烂嘛 就是做沙发马铃薯 老婆都叫不动 她就会念我 念念念念念 有时候念念念念 我会生气你知道吗 我会整个人惹起来 然后我就说 奇怪了 你就说我不用做家事 现在真说好了 OK了 你现在翻脸不认账 你给我搞得清楚 你现在吃的喝的 用的买的住的 全部都我赚的 好难的 好难的 我告诉你 你再叫我说 你不爽就给我滚了 对 所以我就当年当年我成就 她现在会讲 一定是后悔那句话才会讲 对我现在非常后悔 因为 大家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那么后悔吗 我老婆后来吵了几次又放聪明 我老婆也不跟我吵 她现在就拿钱去买股票 最大的口罩 不是 我们拿钱去买股票 赚的只我的 对 陪着领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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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然会拿出来检讨 就表示是不应该讲的 对 不应该讲 现在不会这样做了 是 好 接下来你们看 你这个败家的女人 钱不会赚 只会败家 我年轻的时候 也像张医师这么有尬词 你曾经是一个有尬词的男人 但是今天主题是 一辈子不原谅的话 那当然认识我老婆的人 大家都知道我老婆是 相当当一旦决定的事情 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所以我人生中 发生过两件事情 第一有一次我在家里 她提了一袋衣服回来 那衣服是很漂亮 但是当然看到一袋衣服 当然心里就觉得 你就是个败家的女人 嘴巴上当然就会开始念 你这个败家的女人 钱都不会赚就会败家 身为一个刚毅的女人 她表现也非常出色 她转头就跟我讲说 这是Cicely特价 现在只要一折 一折 所以我才一次买这么多 那你不要是不是 好 老娘现在就拿去退 所以她转头就去 我一听只要一折 那衣服也真的挺漂亮 我说是不是留下一件 这辈子你都休想老娘 再买衣服给你 所以我到现在 我说上节目买 有时候可不可以 买一些新衣服 No way 观众很多人不知道你太太谁 她太太就是林慧玉 林慧玉 看了就好了 大家才讲 有原则 我让你讲大家才有连结 你继续 第二件事情是吃便当 那住院医师相信各位前辈 大家都知道 我们住院医师的时候 尤其是外科系的时候 那是开刀是一台接着一台 那我就记得我们泌尿科 当然夏天倒的石头多 都是一台接着一台 有一天我太太 她有机会吃饭 所以她就好心买了个便当 然后她在手术房遇到我 就说老公我有买便当给你 那你等一下 对 刀的中间 你看你要不要抽空来吃一下 我说你这饭头 身为一个外科医师 你居然想吃饭 老子我忙得要死 你吃饭 吃你个头 然后她当下就跟我讲说好 然后就结束了嘛 手术一天忙完了 四五点的时候我想说 该吃晚餐了 中午好像老婆有买便当嘛 我就打电话去 老婆你便当摆在哪里 是不是摆在吃饭间 屁 我这喂猪喂狗 我都不会为你吃便当 便当我表上了 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帮你买便当 果然我老婆到现在 也从来没有再帮我买便当 说啊 说到做到 所以我老婆这辈子 第三个事情呢 就是说我如果在外面偷吃 一定拿生锈的剪刀剪掉 然后拿给我学弟来 那这我目前是还没挑战过 需要也不要好 生锈连补都不能补 扩上太狠了 太狠了 对 来 接下来我们看 我为你工作这么辛苦 我是一个 也是一个工作狂 然后在我老公的公司 就帮他把大大小生意 都给做好 但我就有时候 心情好的时候 我觉得我很乐意做 就是牵手的东西 我都很OK 可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就开始觉得说 我怎么这么可怜 我就在那个自己的小小的时候 我怎么这么可怜 因为我上一胎的时候 我是自然财 自然财你有三天在医院 我到第二天的时候 文件签成就来了 我在医院第二天 我开始签东西 然后我在月子中心 是每天所有签成跟文件 都会送来我这边 然后我还要视讯开会干嘛 对啊 然后我就 自己当然做得也很开心 可是当我情绪不好 我就拿这件事跟我老公念 但我后来就发现 我老公心里就是那个画面 他就给我always 然后说 不是你自己也要看吗 不给你看 你也生气 给你看 你又要抱怨 那我到底该怎么办 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有时候就是 心情好 很OK 心情不好 老公就完蛋了 你以前当小姐脾气都这样 现在吃得了 有 我这一餐就跟老公比较好 我以前都被人家骂的 他以前唱到那边网友 骂的人很难听 我说你怎么嫁人呢 现在怎么对你老公是这个 怎么要改 还仔细不改 现在有老公有肠后忧郁症 就是这样子 对 因为他们也是要承受 压力 那种情绪的起伏 像我太太生老大 也是在月子中心住满一个月 我就得到肠后忧郁症 很好啊 都能顾好 对啊 因为你知道月子中心 都会给孕妇一天午餐 一 二 三 四 五 五 对 但是老公吃什么 没有 那个月子中心的上面的菜 永远是牛肉面炒饭这两样 吃到怕 对啊 所以我们就吃到很怕 然后老婆的情绪也不稳定 再加上那时候 喂母奶也不好喂 对 所以老婆也很沮丧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夫妻在有小孩的时候 那个是婚姻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考验 对 但如果熬得过去的话 我觉得也是 所以我刚刚问她 我说你那么久没有录影 你怎么突然怀孕 我说你嫁得那么好 干嘛要出来 她说我出来不一样 我细心的这个空气整个 我说她说好高兴 其实来上我们节目的 都不是缺钱 是来看看老朋友 对 是她是 郑医师缺钱吗 对 哪有缺钱的 哪有大众卫生交易 对 来 我们看最后一个 对啦 你最棒 什么都对的 对 我如果有一个比赛叫做 一句话惹怒老婆 我先生绝对是冠军 躺着不都冠军 对 他很厉害 讲什么都可以马上把我惹怒 他本来不希望我录这个 但我说我就是要 要来发现 我等很久 我等这一集很久了 我告诉你 等这一集等很久 有一次我就跟他讨论说 我们整所要办一个活动 怎么样怎么样 我讲得口默横飞 想说奇怪怎么没反应 同样是金鱼神 你好歹也讲几句话 我说老公你觉得怎么样 什么你要讲一下 你要讲意见 不然每次都我在做 很累啊 我又要看整个又要怎样 我一批里啪啦在那边念的时候 他突然就回去 对啦 你这办啊 你什么都对 都你对都听着就好了 然后我就听这句话 我也不高兴 我说你讲这话什么意思 我做什么都错都被你骂 那不然我都不要做 统统给你做好了 然后我就 真的是内心就是已经翻白一眼 翻到不行 然后我全天擦擦 那个所有的脏话在脑海想一遍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说 不止这一次 我跟他讲很多事情的时候 他可能觉得我都在否定他 然后他就会都回我一句说 对啦 反正都你 你对啦 我都是要听你的 我如果不听你的就不行这样子 所以我不是这个意思 后来我就发现 他讲这一句就是一个警讯 基本上他是狗 我是猫 他在那边喵喵叫 他在那边汪汪叫 频率没有对到 所以他讲这一句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就不讲话了 其实我会建议说 你下次不妨 就是诊所有活动的时候 就让你老公去主导 让他去做 然后之后才 就是如果他有哪里做得好 就尽量称赞他 因为其实有时候 我们太多批评会造成退缩 夫妻经营其实真的是大不易 就像我一个朋友 他也面临这种困境 他太太最喜欢说一句话 就是如果为了这个家好 你就要怎样怎样怎样 所以在这个大义民愤之下 就是举凡薪水行踪 他太太的控管很严格 那控管这个还不打紧 他连饮食都要控管 因为他太太觉得说 甜食对身体不好 所以他家举凡 就是汽水 可乐 蛋糕什么都没有 他家很养生 所以搞得我那个朋友就是跟我们吃饭 就是蒙罐汽水 所以我那个朋友就说 我太太虽然为我好 可是实在是太难过了 不过他夜路走多会遇到鬼 他有一次就不小心把半个巧克力 放在公司包里面 结果回家不得了了 他说他从浴室洗完澡出来 看到他太太跟前面摆了半条巧克力 他说他第一个舞雷轰顶 整个气氛凝结 那这要下跪了 对 然后他太太就哭 就是说你这个人就自私 就是不会考虑到我们家 如果你生病了怎么办 那他当然也就要道歉了事 所以我的想法是说 就是其实我们有时候 对对方好的时候 还是要留给对方一些空间 要不然这样其实很容易造成冲突 真是叫 我们男生跟女生思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男生过度理性的很多 女生过度感性的很多 常常有时候太太 女朋友 她抱会一大堆 其实她问题蛮难解决的 但她其实不是真的叫你解决 希望你支持她 红女心 就你就想了一大堆 说你就很累 你说那我不累 对 对 她听了就 就觉得说 其实她只是跟你说 我很辛苦 我很累 那你就说 老婆你辛苦 但是我们常常会气在身上 这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习 其实男生也真的要学习 我老公前两天就这样 我跟他讲说 我现在后期好难过 然后失眠睡不好 我老公竟然回我一句说 那你就知道我长期失眠有多辛苦 这不是重点 要为他 是我们人知道吗 我们以后也会多做这种话题 因为这个话题真的是大家聊不完 而且大家发言非常永远 可见大家生活上全 不是 没想法解一下 现在每个人的病况 其实都很严重 连医师都生病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